这绝对是影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一部悬疑惊悚片 鼎鼎大名的《逃出绝命阵》更是借鉴了该片的构思 尽管全片没有一个恐怖镜头 但看过之后却总能让人感觉不寒而立即被发凉 其中反转反转再反转的剧情 更是让无数观众看得直呼过瘾 那么闲言少叙话不多说 今天就让以诺带你走近 这部耐人寻味的经典电影《万能要使》 故事开始于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 女主卡洛林本是养老院的一名护工 可今天她负责照顾的老人却突然离世了 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卡洛林的内心不免感到有些悲伤 可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同事们对老人的死好像并不在意 甚至为了给下一个住户疼地方 还要求她赶紧将老人的遗物丢到垃圾桶 可当卡洛林打开垃圾桶后 却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地震惊了 只见垃圾桶内堆满了逝者的遗物 此刻的她感觉到了这个世界的冰冷 她犹豫了 她害怕自己某一天也会像同事一样 对生命变得末世变得冷醒 于是思考了片刻 卡洛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职 可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就因为这次的离职决定 让她的整个人生都走向了毁灭 这天卡洛林在乘坐公交时 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 不仅包吃包住 每周还有一千块的薪资 唯一的缺点就是工作的地方有点远 但在高额的报酬面前 这点问题也算不上什么 于是在临行前 卡洛林和闺蜜讲了这件事 并在酒吧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 她便驾驶着甲壳虫 前往工作地点进行面试 经过一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终于到达了此次的面试地点 可看着面前破败不堪 并透露着一丝阴森诡异的房子 卡洛林的内心有些迟疑 但一想到每周一千块的薪水 她还是走了进去 轰旷的客厅显得是那么贵 而门后的玩偶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可卡洛林却没有在意 穿越客厅来到后花园 她看到了这栋房子的女主人 刚想上前打个招呼 身后一个男人突然叫住了她 男人名叫卢克是一名房产律师 而报纸上的招聘也是由她登记的 随后经过卢克的介绍 卡洛林认识了房子的女主人德福 但对方好像并不喜欢她 卡洛林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卢克解释相对白人来说 德福可能更喜欢黑人 此时的卡洛林还没有听出卢克话中的深意 她开始询问这次的工作内容 卢克介绍眼前的男人是德福的丈夫的 一个月前因为在阁楼里中风导致全身瘫痪 而卡洛林的工作就是辅助德福照顾她便可 之后在卢克的调解下 德福接受了卡洛林的到来 而卡洛林也欣然同意了这份工作 可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一场噩梦正在等待着她 第二天 卡洛林收拾好行李和闺蜜做了告别 便读自驾车前往德福家准备工作 可路程刚行驶了一半 卡洛林突然发现车子竟然没有了 幸好附近刚好有一家加油站 匆忙加好油就准备去附近 可当到门口她就发现 加油站的门前被撒上了一道红砖粉 里面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身影 并且这里还透露着一股诡异之处 卡洛林四处呼喊着工作人员 就在这时 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突然出现 卡洛林当场被吓了一跳 刚转过身 一名黑人忽然出现在眼前 并且嘴里还在不停刀咕着什么 卡洛林见状赶紧付了邮费 随后便匆忙地离开了这里 不久后 卡洛林顺利来到了德福家里 收拾好东西刚准备住下 她就发现这栋房子有些奇怪 房子里面居然没有任何一面镜子 可从墙上的印记来看 这些镜子似乎都被人给藏了起来 对于这些卡洛林也没有多久 而是直接来到本的房间 开始自己的护理工作 可就在卡洛林准备给他盖上被子时 本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并且死死不愿意放开 眼睛里还充满了恐惧 直到德福的到来 本才松开自己紧抓不放的手 给丈夫喂完药后 德福交代了以后的喂要时间 随后向他介绍家里的情况 原来这栋房子有着一段悠久的历史 是老两口从一对兄妹手里买来的 因为这对兄妹遇到了点困难 所以才不得不将房子低价卖给了他 这时卡洛林有些好奇 既然房子已经卖掉了 可为什么这里还摆放着前任主人的照片 他好奇地拿起来一看 忽然从里面调出了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对黑人夫妻 和前任主人两兄妹的合照 虽然房子里处处透露着不正常 但卡洛林也没有多想 因为德福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随后德福告诉他 这栋房子一共有30的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一把单独的钥匙 作为房子的主人 他有三把万能钥匙 说话间便将其中一把递给他 接过钥匙的卡洛林随即问起 房子里为什么没有镜子的存在 听到这德福解释 自己是因为不想看到容颜变老 所以把镜子都撤了下去 如果你想要照镜子可以自己带一遍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卡洛林的看护工作表现得非常出色 和德福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也极为融洽 闲暇之余 德福让卡洛林到阁楼帮忙取一下种子 然而就当卡洛林准备去拿种子时 却在阁楼上发现了诡异之处 一个货架的物品正在剧烈晃动 他好奇地走过去查看 将杂物挪开后 他发现这里面竟还有着一扇门 而门后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出来 于是他拿出来那把万能钥匙 准备将房门打开 可当他将钥匙插入后 却发现根本打不开 而就在此时 卡洛林当即被吓了一跳 顾不上门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立马拿起种子就慌忙离去 刚到楼下恰好碰到赶来的德福 于是卡洛林赶紧询问阁楼里的那扇门 德福解释自己刚担来的时候 那扇门就已经存在了 因为那扇门一直都打不开 自己也不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 眼见如此 卡洛林也没有过多在意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沉睡中的卡洛林突然被雷声惊醒 听见楼上传来了一响 他赶紧起来跑到楼上查看情况 可当他推开门后却发现 本竟然已经不见了棕楼 环顾四周 他发现本的轮椅还留在原处 于是赶紧跑到别的房间查看 可都没有看到本的身影 这时他忽然注意到 走廊的窗户下方似乎有一片水渍 他下意识地拉开窗户查看 果然看到本冒着雨在房檐上蠕动 看到这种情况卡洛林急忙出声扶持 可没想到这一喊 让本吓得直接从房子上掉了下去 卡洛林见状连忙赶到楼下救援 这时听见声音的德福也赶过来 为了赶紧将本弄回房间 德福让卡洛林回到楼上去拿轮椅 可等卡洛林来到楼上后 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他看到本的床单上竟然写着求救的字样 来不及多想 卡洛林赶紧将棋给藏了起来 然后立马推着轮椅来到楼下 可当他准备将本扶上轮椅时 本却朝他投来了绝望的眼神 而在这一刻 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开始变得恐怖起来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为了弄明白本位和深夜逃跑 卡洛林带着疑惑朝本如洞的方向走去 很快他就发现了不远处的小船 正当他疑惑之际 身后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原来是律师卢克 卢克嘲笑卡洛林是真有魅力 刚来两天就能让病人有逃跑的欲望 卡洛林见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将卢克引到了自己的房间 随后拿出昨晚自己发现的那块床单 可当他准备将床单的事情告诉卢克时 却看到床单上的自尽诡异地消失了 一时间卡洛林也有些懵了 难道自己昨晚出现了幻觉 就在两人谈话间 德福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趁着两人谈话的间隙 卡洛林偷偷地来到了阁楼 既然本是在阁楼里出的事故 但想必上次未打开的门 就必定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是卡洛林取下头上的发卡 试图疏通门上的钥匙孔 果不其然正如他猜想的一样 原本的钥匙孔内有一把断掉的钥匙 随后他拿出了那把万能钥匙 这次再也没有任何阻拦 门轻而易举地就被打开了 进入以后 卡洛林发现这里摆放着一些奇怪的罐子 他还在这里找到了一本书 书中有原主人两兄妹的全家福 除此之外 还有两兄妹和那对黑人管家的合影 书籍里还画着一个古老的巫术符作 但卡洛林却是个无神论者 对这些根本就没什么兴趣 随后他又在桌上看到一枚戒子 戒子上刻画着三条蛇 这时楼下德福的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卡洛林也在旁边的唱片盒里找到一些线索 一张画着符咒的唱片吸引了他的注意 而这也正好对应了之前书里画着的巫术 这时德福也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 于是他赶紧来到阁楼进行查看 卡洛林见状急忙找了个角落藏了起来 好在是德福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巡视了一圈后便离开了这里 当天晚上卡洛林回到自己市区的房子 准备探索一下唱片里有什么秘密 可在听了一圈后 他发现里面无非也就是一些祷告词罢了 但闺蜜听到此事后却告诉他 里面的祷告词其实是一种巫术 具有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 但这种东西你信则有不信则无 一番痛快地玩耍过后 卡洛林返回了郊外的别墅 照例查看完本的状态后 他注意到墙上有镜子存在的痕迹 看到这他萌生出一个大大的想法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德福照例来本的房间查看 可刚打开门 看到本的房间内出现一面镜子 愤怒的德福直接敲开卡洛林的房门 质问他那面镜子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卡洛林也不装了 直接告诉德福自己已经去过那个房间 随后便询问德福是不是隐瞒了什么秘密 并且威胁德福如果不说自己就马上离职 片刻过后两人来到楼下 德福点燃了一只黑色的香烟 对卡洛林讲起了房子里的秘密 故事要追溯到90年前 这里的房主本是一名银行家 他欺骗穷人发了财于是买下了罪 当时的这里人丁兴旺 照片上的兄妹就是银行家的儿女 而那对黑人夫妻则是这里的管家 虽然黑人夫妻是当地有名的巫师 可在银行家看来 他们也不过是自己的仆从 和最低等的奴隶也没什么区别 银行家不仅残忍地虐待过他们 还要求他们住在狭小的阁楼里生活 直到1920年的一天晚上 银行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派对 当时有不少的社会名流都来参加 在派对结束时 有几个客人想和孩子们说声再会 可这时银行家的两个孩子竟然失踪了 人们四处搜寻两兄妹的身影 终于在阁楼里发现了他们 而那对黑人夫妻正在教两个孩子学习巫术 在当时的银行家眼中 黑人的做法无疑是对神明的一种泄斗 于是愤怒之下便把黑人夫妻捆了起来 将他们吊在树上活活地给烧死了 可事情到此却并没有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里银行家宣布破产 然而更加悲剧的是 在破产倒闭的几年后 银行家就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最后自己也选择了自杀 在那之后两兄妹家境每况愈下 最终不得已才将自家的房子出手 而这一切据说都是黑人夫妻下的祖重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在屋子里挂镜子的原因 因为据传闻在镜子里可以看到那对黑人夫妻的灵魂 听完之后卡洛林的内心久久不能释怀 但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 他认为德福所说的布什都是无稽之谈 于是趁着本洗澡时 卡洛林突然想拿镜子测试一下 然而当镜子打开的一瞬间 本看到镜中的自己被吓了个半死 似乎他真的在镜子里 看到了那对黑人夫妻的身影 而这一幕也让卡洛林陷入困惑 带着疑问 卡洛林再次回到镇子里 找到了闺蜜口中提到的巫术店 这里的门前也被撒上了红砖粉 随后卡洛林将本的状况告诉给店家 得知情况的店家给他配了一个秘方 告诉他按照单子上的提示操作便可 时间一转到了晚上 卡洛林照着单子上的提示开始施法 一番像模像样的摆弄过后 本竟然真的有了反应 他不仅喊出了卡洛林的名字 还试图向他发出求救的词语 正当卡洛林为之疑惑时 德福的突然出现打断了这一切 一番交谈过后 卡洛林成功糊弄了过去 但今晚所发生的一切 让他的心中对德福起了怀疑 于是在第二天 卡洛林就跟卢克讲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并将自己在阁楼里发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不料卢克根本就不相信他所说的 反而认为这就是一种宗教信仰 为了搞清楚事实的真相 卡洛林拜托卢克找到曾经离职的护工 在交谈的过程中 护工告诉他那栋房子有些不怪 随后他询问卡洛林是否迷行 看到卡洛林猛圈的样子 护工建议他不要多想 最好趁着还没彻底相信之前赶紧离开 可此时的卡洛林已经深陷谜团之中 根本就无法从这件事中脱离出去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卡洛林只好和卢克返回郊外的别墅 在途径加油站时两人停了下来 这时卡洛林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音乐 循着声音两人来到了一出木屋前 而这里同样有着红砖粉的出现 听着音乐卡洛林静止走了进去 里面的人正是之前双眼失明的老泰 看到老泰的第一眼 卡洛林就爆出了那张唱片的名字 并告诉老泰自己也有一张同样的唱片 不料听闻此话的老泰瞬间大惊失色 他表示这张祭祀唱片有着超强的魔法 这种魔法可以将人的灵魂和记忆进行转移 通过献祭新的肉体灵魂从而获得转生的机会 听闻此话的卡洛林顿感大势不妙 此时外面已经下起了瓢泊大雨 卡洛林认为德福肯定在谋夺本的生命 可卢克认为这都是他的猜测 再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眼见如此 卡洛林便准备先行回去寻找证据 可殊不知 此时德福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另一边卡洛林回到房间后 发现自己藏起来的那张唱片不见了 他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赶忙拿出红砖粉撒在门口 然后再利用地毯作为掩护 为了破坏德福的计划就本脱离苦海 卡洛林开始了自己的谋划 他先将本的药倒掉 然后在每块白糖中都注入迷幻药水 因为德福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加一点白糖 可今天的德福却没有这么做 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要失败 卡洛林开始诱导德福拿糖 就在这时屋内的店突然断了 趁着德福去取蜡烛的间隙 他赶紧将要倒入德福的茶中 这时德福也将蜡烛取了回来 随后毫不犹豫喝掉背下了药的茶水 看到自己的目标已经达成 卡洛林也不再伪装 直接把自己的怀疑全部说出 还没等德福做出解释 药效发作 德福瞬间就倒了下去 倒地的德福从兜里掏出一张纸 眼疾手快的卡洛林立马搏了过来 而这正是之前书本上记录的那张咒语 随后他不仅在德福的房间中发现了红砖粉 还在他的柜子里找到了之前写着求救的床单 并且里面还有一缕头发 卡洛林定睛一看 这不正是自己的吗 瞬间赶到头皮一阵发麻 来不及多想 他匆忙带着本上车准备离开 可没想到 这时大门已经被锁了起来 卡洛林见状一脚地板油就冲了过去 可没想到门没开还把车给撞坏了 迫于无奈 卡洛林只好先将本藏起来 自己拿着证据先行开溜 与此同时 德福这边也已经清醒过来 正拿着猎枪四处搜寻他的踪迷 在一阵紧张而又刺激的追逐过程中 他忽然想起湖边停留的小船 等德福找过来 卡洛林已经划着小船逃离了这里 回到镇上 卡洛林第一时间就找到卢克 并将自己发现的一切全告诉他 可没想到这时 卢克却接到了德福打来的电话 而这时冷静下来的卡洛林才注意到 卢克的房间正播放着一首黑人音乐 而在桌子上 他发现卢克竟在看一些入门的法律书籍 而书籍的背后全是卢克偷拍自己的照片 更加糟糕的是他在抽屉里 还发现了三条蛇介子 和一把已经断掉的钥匙 卡洛林瞬间就明白了这一切 可现在好像已经有些晚了 卢克在背后突然出现 随后卡洛林便被勒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清醒过来 已经到了郊外的别墅里 这时卡洛林也终于明白 德福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自己 绝望之际 他忽然想起门口的红砖粉 意识到这也许就是逃生的机会 他先是蹦出短的位置支走德福 然后再利用言语博取同情 趁着卢克放松的间隙逃回屋内 卢克因为地上的红砖粉不敢进去 卡洛林趁机打破窗户逃了出去 可没想到刚逃出去 就和赶来的德福相遇 听到动静的卢克也赶了过来 卡洛林健庄立马顺着屋檐爬到二楼 然后拿起红砖粉迅速朝地上洒去 赶来的卢克被成功拦住 当卡洛林准备进行重复操作时 却被德福抓了个正招 两人瞬间就扭打在了一起 毕竟是年轻 卡洛林很快就占据了优势 一把就将德福甩到了楼下 看着不知生死的德福 卢克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得到短暂的喘息后 卡洛林迅速捡起地上的电话 然后拨通了救援队的号码 可此时的德福竟乘坐电梯爬上了二楼 眼见如此 慌不择路的卡洛林立马向阁楼跑去 此时的阁楼里早已摆上了阵法 想起之前盲眼老太的话 此时的卡洛林居然选择相信了巫术 随后他开始在阵法里画起地固扶阵 可阵法才刚刚完成 德福就赶了上 我认为你弄了我的腿 你不能接近我 看这些? 这是你的招牌的招牌 是那是什么那是呢? 与此同时 楼下的卢克开始播放线记唱片 听到音乐的卡洛林也知道自己被骗了 原来自己最近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谎言 此时德福站起身讲述了这一切 看着德福的样子 卡洛林脑袋一阵抽搐 这时镜子中也开始出现一些人影 紧接着整个别墅一阵晃动 镜子中的人影最终定格在非人夫妻身上 德福将镜子朝着卡洛林的方向推了过去 虽然卡洛林嘴里大喊着我不相信 可随着镜子撞到她的身上 一切就都已经结束了 没过多久 卡洛林从昏迷中醒过来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和身材 然后缓缓地朝着德福走去 随后捡起对方的烟和打火机 一向不抽烟的她 居然叼起了一根香烟 这抽烟的姿势和德福竟是如此相似 此时卢克也走了过来 但她叫出的名字却不是卡洛林 从两人的对话来看 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交换灵魂了 这时被换了灵魂的卡洛林 也从昏迷中醒来 她惊恐地摸着自己的脸 说完之后 德福便将调制好的药灌进卡洛林嘴里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救援队和卡洛林的闺蜜如期感到 德福利用新得到的身份 轻聊淡写地说这就是一场误会 而此刻真正的卡洛林 已经被救护人员推上了救护车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有一把万能钥匙 你会不会去打开那扇被关闭的门呢 我是以诺 带你以不同的角度去看电影 感谢关注我们新的剧集再会